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日本还很少我这样的活动 他拍新的片《静博神社》也是演技很大 你长得比他还像日本 我像日本人一样工作认真 绝不像日本人一样那么残忍 昨天咱们聊到最近两部电影 《南京南京》《拉贝日记》 这么同期上映 同期上映我就觉得咱们聊得挺有意思 聊聊聊最后聊到纳粹去了 日本纳粹 最近我就想 你像《拉贝日记》 他这件事有一个张纯儒 美丽的女作家 这太可惜了 就自杀 当然原因闹不清楚 但是众说纷纭当中 比较认可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么一个今天的女孩子 她的心灵很敏感 很丰富 很脆弱 那么在调查当年的南京大毒杀 乃至于《拉贝日记》的过程当中 就感觉到就说这个人 这么样的对人类很灰心 说实在话 你知道为什么我就这样能理解张纯儒自杀 因为有一个看了这个电影的一个女士 也跟我讲 你知道她跟我讲什么 她说她看这个电影 她觉得很长时间 当天晚上 她这个情绪回复不过来 她说你知道 她说你们是男人 你们不知道 她说我是女人 我知道 一整天就插着两条腿 就给这个禽兽一样 这个男人上来这个轮奸 她说你不知道 那对一个女人来说 是多么的恶心 多么的难受 多么的 她说我看了之后 她说我就觉得这个人 很没意思 就是她是甚至要活的 她说人类有什么意思 说人人像人吗 就是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们应该是幸运的 为什么 纵观这个人类的历史 你说是人 就是我说实在话 你拿人当人来观察历史 很多想不通 你拿人当畜生 当野兽来观察 很多问题 你就看清楚了 我说从这边几千年的历史 我们为什么现在幸运呢 我们基本上算没有什么大的战乱 这是一个难得的间隙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战乱 对 屠杀 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人 就这样一辈子 一辈子这么过去 她就觉得就说 你说这个人性啊 这到底是 是什么东西 不禁让人有这种 有这种感觉 所以咱们就 昨天讲到这个纳粹 纳粹 纳粹也挺没人性的 可是呢 就有时候事件事 是出现一些交织 你比如拉贝日记里 我就看着 也是真实的 说拉贝当年日记这么写 日本飞机轰炸 他呢 保护了这个中国人 他是拿一面特别大的 纳粹的那个旗子 盖在中国人脑袋上 这个 日本鬼子看见不轰炸 这个太有讽刺性了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很刺激 这个画面是 很刺激 对 你说的当时这个所谓第三方 中日交战 第三方 希特勒是什么态度 拉贝还写日记 就是我要跟元首说 元首肯定不能容许他们这么干 这是当时是怎么一个观观察角呢 这个我觉得首先要了解 就是说 我一直看完那个很深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就是列强之间的一个对话 因为实际上当时不管是日本也好 就是说德国也好 还出现里面的威尔逊医生 美国人 各方面那些国际安全区 主要都是外国人的主持 那时候中国人的存在 那时候是非常悲惨 非常脆弱 是吧 那么就是这个列强的一个格局 它的形成 并不是说在南京大屠杀那时候 更早的时候 是吧 从这个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前甚至之后 你想德国 在中国的这个势力 他那时候也绝对不是说 作为人道主义 整体的势力进入中国 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这个 当然就是说那个战争时期 就是二战之前 那个德国给中国很多军事援助 对 因为德国跟国民 对 这非常 他这个传统又有什么呢 又有其实是从八国联军开始 就进入到中国之后 你想我们说五四 就是五四 五四的发起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什么 就是一战之后的瓜分的问题 中国领土的瓜分的问题 二十一条 对啊 就是把德国的部分 割让给这个日本的权益 所以他一直说 德国跟日本的权益 本身就有各种的 有矛盾 有纠葛 有矛盾 对 那么他那个在 就是说还是要围绕着 在中国上面 怎么瓜分他们的利益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拉背这个人物本身的话 他是纳粹党员 纳粹党员 那么他在中国上的那种行为 人道主义行为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一种力量 是一种正义 对正义的一种理性的一种思考 认为是什么样的 这种情况 但他并不是说 一定说这种 已经是对中国 整个德国对中国都这么好 对 他不是那种情况 其实就是拉背这个个人 这个个人 他当时的一种理性的一种力量 所以他对那个 同时又对希特勒 还有一种期待 包括有一种期待 他一直期待希特勒 能够拯救我们这个说这个难民 这是哪个哪儿 你听到 所以这个历史是很讽刺 他有很多读解的角度 非常有意思 可是我给你反过来讲 也有一些别的例子 很好玩 你知道当纳粹兴起 在开始压迫犹太人 甚至要开始杀害他们的时候 也有日本军官在德国 他们倒没有保护 没有这种案例 但是后来我看到一些材料 就是有日本军官当时 见证犹太人的被迫害 也很痛苦 也很痛心 他觉得人怎么能这样子 对他们 因为你要知道 这反过来 日本人对犹太人 是很有好感的 是吗 对日本人是对犹太人 有部分有好感 而且当时有一些日本的军官 是觉得这个德国人 怎么能纳粹 怎么能这么对犹太人 这不对 也回去写报告 就是你知道双方 就是当你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去看别人很残忍的对待的时候 你都会说是太残忍了 但是你不会看到我们自己在干的时候 是怎么样 什么一回事 但是日本对 与其对犹太人有一部分亲切 从整体 从历史上来说 他对整个德国民族 对德国人的那种认同更深 对 因为他的宪法的建立 明治宪法的建立 是超德国的 完全就是根据德国当时的这个他的历史状况 还有他的宪法 他的国家的状态 吸收了他一套就是说那个君主集权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采用英国的那种议会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后来就是说军事上的一种学习各方面 军国嘛 对 他就很多东西就怎么把 他就德国当时也面临在欧洲的一个 就怎么样强调国家力量独立自主的问题 他当时也是个小国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所以日本一下觉得特别亲切 从宪法各个方面都吸收他们 所以这个强烈很强烈 那我想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说谈到战争 我们回到刚才那问题 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战争都是正义的自己一方 不管是纳粹当时也好 日本人也好 是吧 他都强调自己神圣的一面 正义的一方面 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总是就是说 在中国人很有意思一点 我们就比如说今天谈论这个话题 很自然就会觉得把中国 就把日本跟德国联系起来谈 是吧 无论是从这个战争的这个受害 这个他们的残酷性的角度 还是说从战争反省的问题 我们都会把它并列起来一起来考虑 这两国家倒是干活都认为 对 但是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是 日本人最不喜欢的是这一点 最不喜欢把日本跟德国人并列在一起来考虑 为什么在战后的讨论上 所以有很多日本人其实看了拉贝日记 我听到说都特别刺激 特别不能接受 不喜欢 他们觉得特别不愿意把纳粹 现在一个纳粹党员都来见证他们的残酷性 你想这个他们是特别不愉快的一点 对 那么因为他们说什么 第一我们是我们的这个残酷性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中国人的情感里面的话 他们觉得纳粹更残酷 他觉得纳粹是就是种族屠杀 对 我们不是 我们是一个局部局部战争的一种残酷行为 而他们认为战争就要有残酷行为 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 就像他们也遭受到了原子弹的这个屠杀一样 对 那么那么他们觉得这是两回事 这个跟他们拉纳粹不能够相提并论 但是呢 这个我就说有意思是我在那个柏林电影节的时候 跟那个电影节主席有一个对谈 我们也在谈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日本跟德国两个国家 就是说对战争问题的认识的差异这么大 这个又回到了刚才那个说就是说 这个一个皇室制度的问题 那个电影节主席他谈跟我说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 德国的幸运是在他一战结束之后 皇室制度就结束了 二战并没有留存下来 而日本在战争当中最高的象征 最高的权利是天皇 同样战争结束之后 在日本宪法里面 同样的日本国最高的象征还是天皇 而德国你可以完全一翻翻转过来 日本他不可以 这个就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也是什么呢 我觉得拉背日记也触及到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其实是天皇的战争责任的问题 你看在这里 你看通过他的亲王 那个角度他的很多一些台词 你都看到这个背后的一种 道统还在 道统还在 所以是非他怎么颠倒 你没办法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撕我 你撕我 走 我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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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 尔子 我们想请你支持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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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安全 你看我那天看着电影啊 是跟是跟一个一个老画家去 这个画家呢 他是南京人 他就跟我讲啊 他也挺有意思 他就说他到日本 然后那个跟一些日本朋友吃饭 但是说一听一介绍 说哪里的 南京的 那几个日本人呢 起立跟他鞠躬 就是好像要他跟他道歉 因为你来自南京 所以他觉得呢 现在他也有些日本人 觉得他在那犯了罪 一向有 其实我们不要忽略 就是日本在战时的时候 也有一些反对者 那么战后现在也很多左翼 就强调这个历史 日本人应该怎么样重视 但是我们不能 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日本的战争 那么顺利的发动 当时那种军国主义 那么强大 当时那些反对者怎么样 反对者全被打成是日奸 或者是卖国者 卖国贼 就凡是反对战争 凡是反对军国主义的 都是卖国贼 这就是鹰派 所有鹰派搞爱国主义 都是搞成这样 都会变成这个结果 而且刚刚我们说到战后 为什么对历史的认识 那么不一样 有点很重要 就是德国跟日本在战后的时候 怎么总结他的战时经验的方式 跟他整个体制变化不同 一个就像李导演所说的 日本战后维持天皇体制 没有碰过天皇那一层 所以整个体制基本的精神是维续下来 那为什么会维续下来呢 有一点很重要 那是因为冷战 美国要保存天皇制度 要维持它的稳定 那么当时非常害怕的 就是苏联要来分日本嘛 那德国那边不一样 德国就是整个体制全崩溃了 全推倒重来 而且还有另一点 就是两个国家 我们不要忽略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台日本 军国主义的时候 常常忘记了军国主义的 另一面是什么 它是帝国主义 它是一个殖民帝国 全世界只有一个殖民帝国 是亚洲的 就是日本 那日本的殖民 跟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就日本 他会认为 就像刚才您讲的 亚洲人快要被欧洲人干掉了 我的殖民 虽然我也是来搞殖民 但我跟那些欧洲人不一样 欧洲人都很坏 我是来帮助亚洲人 还扶持你 他还绣坏天下 一直说是大东亚 解放亚洲的 大东亚盛战 对 他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我们共同繁荣吧 但是呢 他重要的是有大东亚主义 就是说我们来当盟主 当时日本是很强烈的 我们来做这个的盟主 我们当老大 对 带着一帮小弟 但是 然后呢 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所有的 我们要知道二次大战之后 世界发生什么事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你看国家的数目爆炸 就是很多国家出现了 怎么来的 这些国家都是殖民地独立的 这表示什么 就整个殖民帝国到了二战 正式瓦解 对 然后所有的殖民帝国瓦解的过程的时候 那些前殖民中主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这些国家 都经历一个很痛苦的 自我的一个瓦解跟反省的过程 他要重新想 我们殖民是怎么 你看你看法国那些 阿尔基利亚战争的时候 多少这些知识分子反对 我们不能再殖民了 就他们都有个内在的反省 就要忘记跟抛弃 过去殖民那个阴影 但日本没有 日本在殖民帝国 去殖民帝国的过程里面 他迅速进入美国 那个冷战结构链条里面 他日本从来没经过这一层的 这种反省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对韩国 对中国 这种殖民是怎么回事 他从来没经过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说 老大说没有问题 因为那时候老大说美国 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做到这一步 所以这牵涉到很大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德国 为什么说战后反省 还有很重要一个原因 美国里面犹太人的力量 有多强大 你怎么可能逃过这一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当时德国周围的国家 英国跟法国的强大 每个都是他在战争的对手 都要求他彻底来对那场战争 整个反省 他不那样做 他在欧洲没有生存 而在亚洲 日本不那样做 生存得很好 原来这个追溯的老美 美国是这样 美国是这样 美国维续了他的战后 这个体制 你要看我那个靖国神社 很有意思 就是美国人出现在靖国神社里面 一个场面就很有象征意义 就会非常有意思 而且你不要忘记 美国还很特别 美国是很矛盾的 美国是把日本这个整个体制 维续下来 也不用让他去反省 以前殖民的历史 过去的历史 只要你现在迅速的搞民主 加入我们西方阵营 对抗共产阵营 那就够了 就过去的不重要 这就要你现在赶快民主 赶快搞资本主义市场 然后对抗共产主义 这就行了 但是这边有个很妙的地方 就美国人对日本 又有一种负罪感 所以他也不想搞你太多 觉得砸过原子弹 他给你砸过两颗原子弹 他很多美国老百姓 有种特殊的负罪感 所以他也不想弄你那么多 但另一方面 你别忘记 就像李导演讲了 在欧洲是所有国家 都在要求德国要干嘛 在亚洲不同 我们中国 当时你看国共两党都无所谓 但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空间 也是一种日本的一种 暧昧的一种 我通过你们这么说 我倒是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 看来靠每一个人的良心 是靠不大助的 自己的反省是很难的 所以说每个人 都不是说人都有天良 这玩意看来靠不住 外头都是被人忽悠了 各有各的利益 然后整个的国民教育 包括都这么忽悠你 所以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就是被人忽悠 能够把你忽悠到一种丧失 一个基本天良的一个底线 你发现这个东西可怕没有 你比如说像希特勒 我那天看一个电影 什么欧洲欧洲欧洲 欧洲欧洲 欧洲 我觉得希特勒 他就是你在这 所警惕被少数野心家利用 为什么 女孩子当时都能听了希特勒的号召 说都为希特勒生孩子 就要找一个那个什么 日耳曼种的 找日耳曼种的男同学 就是 赶快上 为了这个元首的号召 多生 就这样怀孕 生孩子 你说他能够把这个 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什么主义 可以把人忽悠到这个 心脑 这还能不忍替吗 咱们去点广告 所以这个 三人行广告之后 继续忽悠 来李导演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日本当然也是有 他战争当中 有战争当中忽悠的办法 战后有战后的忽悠的办法 但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觉得为日本挺可惜的 因为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很矛盾充满矛盾性的一个国家 你说他是一直忽悠一种好像不反省战争那种方式吗 也不对 你看比如说他现在首相各种的很多强调说 我们一直是面对历史的 我们也一直在反省的 有这个传统 因为他们本身就战争最大的受害国 觉得 所以其实日本确实是有 应该说有反省战争的传统 并不是说没有 在战后日本里面一直是有 而且他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世界上唯一一个将放弃战争 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分争 变成宪法 变成宪法的国家 是日本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甚至有人觉得应该把日本的这个宪法 这第九条 应该列为就人类的这个非物资文化的遗产 和平宪法 这是很重要 和平宪法 这个是确实是 这个又是深入人心 所以说日本的话 整体社会上来说 应该说战后这个概念 这个和平的观念 是非常清晰 还是很深入人心的 因为他们也有过很深的战争的受害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说可惜 就他这种意识 他很多这些东西 不能够很好的通过一种方式传达出来 因为他的一种暧昧 因为一种矛盾性 你看很多东西就并不为中国人认识 日本人好像不太会聊天 他处理这些关系 他不太会跟人交流 他处理一些关系的话 就没有很好的一种处理 我觉得就是说其中很重要 你比如说他每个一些战争的这种反省 说首相里面谈到对亚洲国家 对中国的比如说一些道歉 我在日本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很刺激的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是很多年前的 就乔本龙太郎做首相的时候 他要去英国访问 他要去英国访问 当时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曾经略带过英国的战俘 对 没错 那么他们怎么做的 英国当时又怎么做 非常诚心诚意的 在英国最著名最重要的媒体上面 写了一封信 致所有的英国人民 为当时的一个事情 那个行为道歉 很深刻的 我觉得我当时看这个很大的一个刺激 就是英国的战俘才有多少 那我们的南京屠杀了多少 你不要说30万 10万 20万 那各种东西 战俘全杀了 对啊 有谁哪个政府的首相 他们哪一届去过南京 在那里面对这个行为 说表示有一个道歉 道歉 反省 这个恐怕是没有 所以就是你看他对强者 英国是同一个强者 还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表